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我们开始咱们来说一说检查护认 前面有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管理办法 明确医疗机构要按照相关的原则 开展检查检验结果护认的工作 那办法从这个月就开始实施 这也就意味着以后符合护认规则的检查检验结果 可以跨医院来使用 很多患者在看病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经历 在一家医院做的检查 换一家医院又被要求全部重新再做 重复检查不但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 浪费了公共医疗的资源 还有一些项目 比如CT、X射线检测、核磁共证成像等等 如果反复做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影响 相关部门出台这个办法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减轻患者的负担 保障医疗的质量和安全 当然也要看到医疗问题牵食面比较广 推行检查检验结果的护认 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克服 比如大医院和小医院 在医疗技术设备配置等方面存在差距 这就使得大医院的医生 对小医院的检查检验结果不敢那么信任 对于这种情况 就需要通过医生、轮岗、交流、培训等措施 来提升小医院的技能水平 还有检查检验是医院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如果没有其他来源进行补偿 恐怕很难遏制某些医院 为了征收就重复检查检验的冲动 对于患者来说 这个办法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名声大礼包 充分体现了相关部门 为民负责切实解决看病难 看病贵的决心 咱们也希望结果护认 能够让人们看病不再承受检查检验之中 好 接下来看财经国家周刊文章标题 离电厂抢人 这电动汽车是越来越普及了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 2021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超过了350万 同比增长了1.6倍 可与此同时呢 电动汽车的关键部件就是动力电池 这个市场也在迅速扩大 电池厂商那就纷纷开启了人才争夺 有的电池厂让员工去论坛啊 贴吧呀发招聘信息 每成功招到一个新人录职 都能拿一千块钱的奖励 离电池这个生产流程啊 大致呢分为三个环节 就叫极片制作 电芯制作和电池组装 前两步呢 都是完全的自动化生产 最后这个电池组装啊 这基本都是靠人工组装 需要大量的人力 那对学历啊技术啊 没有太高的要求 但待遇并不低啊 普通的操作员每个月 最低净收入也在六千以上 还有五险一斤包吃包住 而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 那就更是行业内的稀缺资源 甚至呢还催生出几个招聘网站 专门招这个电池方面的人才 你像离电池工程师 还有工艺工程师 电芯研发工程师 等热门技术岗位 年薪都在三十万左右 如果是标注了集球的岗位 能够独立完成设计 研发的技术人才 那薪资啊都可以面谈 还有股权激励 另外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 也是电池厂商关注的人才库 包括材料学 化学 物理 热力学 动力学等等专业 业内人士建议啊 应届毕业生不要太看重薪酬 最好先在大厂积累工作经验 切实参与到研发项目提升能力 那工作几年之后呢 你可以找新的机会 待遇呢又能够提高 看来啊 电动汽车开上了快车道 动力电池 那就成了新的就业风口 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奥运会吉祥物 奥运家的姓名也被抢住 这些行为不但违背了公序良俗 侵犯当事人的相关权益 还扰乱了知识产权管理秩序 违反了商标法等法律法规 就应当预规制 那这份规定 在商标法等法律法规之外 把恶意抢住商标 纳入到失信的范围 不仅有利于在知识产权领域 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工作机制 还提高了这种行为的违法成本 形成更为强大的震慑 从今往后 恶意抢住商标 除了受到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制约 还将在信用层面付出代价 一旦被认定为失信行为 那相关部门将对失信的主体 实施相应的处罚措施 比如把对方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提高检查的评次 依法严格监管 对和商标有关的费用减缴 优先审查等优惠政策便利措施 予以从严审批 取消国家知识产权局 平优平先的资格等等 市场不是任性者的天堂 商标也不是可以随意抢夺的肥肉 对于恶意抢出商标 就应该提高违法成本 让他寸步难行 好 接下来说一说招聘黑话 眼下是求职记 求职者忙着从各种各样的招聘启示当中 选择适合自己的 去投简历一轮一轮的面试 可是呢 招聘中的黑话 你听懂了吗 最近啊 这招聘黑话呀 引发讨论 这指的是一些单位 用一些看上去很美的画术 把工作环境 薪资待遇这些 进行了一键美颜 比如 月薪六刀十二K 那意思呢 其实就是工资六千块 别想太多了 实行弹性工作制 那意思呢 是我们下班没点 这加班呢 是家常便饭 再比如 要求你能独立完成任务 那意思呢 是产品的测试 推广运营 全都由你一个人来干 有人就说呀 看这些招聘黑话 就像做阅读理解题 必须要理解字面之外的 另外一层意思 招聘信息 黑话指数过高 对于职场新手来说 很容易啊 稍不留声 就中招 有业内人士说 职场小白 对付这些黑话 那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两件事 多问 多观察 工资福利 待遇 还有这个具体工作的内容 一定要提前问清楚 不要总觉得 谈待遇不好意思 另外 面对过度美颜的招聘信息 不能光指望求职者 成为破译专家 更重要的是要 做好劳动 保障工作 减少招聘双方的信息 不对称 对招聘单位 随夸大误导 欺骗求职者的行为 要进一步细化监管 帮助求职者来维权 要我说 杜绝招聘黑话 就应该让招聘 有意说意 明明白白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方圆 文章标题 爱晒娃的你要注意了 最近浙江的一起公益诉讼 引发关注 这是当地首例搭建非法平台 出售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 公益诉讼案件 这两年前 被告肖某 邓某 搭建了一个秘密的网络平台 专门用来买卖个人信息 用户在这个平台注册后 就能成为商家 对外出售个人信息 肖某和邓某呢 就负责为商家打掩护 到案发 这平台累积了两百多名商家 他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出售了九十六万多条个人信息 其中九十五万多条 都是未成年人的 据些商家交代 市场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需求量很大 他们主要是通过游戏 社交网站的注册信息 还有朋友圈的晒娃信息 来获取未成年人的信息 所以警方就提醒 未成年人在上网打游戏聊天的时候 不要随意透露和发布个人信息 还有家长晒娃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泄露孩子的生日 学校爱好等信息 总之网络有风险 晒娃需谨慎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江西太和 农民积极翻更整地 为春波做准备 整理后的土地 线条纹理有致 犹如大地的指纹 畏为壮观 甘肃武警火热练兵 他们是驾驶员 修理工 卫生员 他们快速装卸 行驶系统 绘制装备保障图 十八般无异 是各县绝活 四川万亩梅林 花开成海 梅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庆人心脾 游客纷纷前来赏梅观花 漫步梅林 那还真是十里繁花 春意浓 继续关注热电话题 最近靠碳排放管理师 躺着赚钱的广告 那是频频出现 吸引了不少人 这不 刘女士花了七千元 在湖北一家 培训机构报了名 工作人员告诉她 证书是国家发证 挂靠费 可以给到七万 可谁能想到啊 还没等到考证 这培训机构的人啊 就完消失了 报警后啊 才得知 涉事公司 涉嫌诈骗 负责人呢 已被刑事拘留了 2021年 碳排放管理员 被列入职业分类大典 成了一个新的职业 很快 一些培训机构 就盯上了这个风口 打着考试包裹 一次性考取高级证书 拿证后 每年获得几万挂靠费的名义 来吸引消费者 很多消费者 因为不懂其中的门道 轻信培训机构的 营销套路就掉落到陷阱 事实上 碳排放管理师 这个证书啊 并不是行业准入资格证 它只是一份 培训合格证明 有业内人士说 这样的技能证书 对企业碳排放的多少 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在某投诉平台 关于碳排放管理师 培训的投诉 有一百多起 投诉时间 集中在去年十一月之后 这问题啊 大多都是 机构跑路啊 虚假宣传啊 难以推款啊 等等 培训领域 针对证书的虚假宣传 还有不少 比如 装配式工程师 心理咨询师等等 针对这一类的陷阱 有专家表示 一方面 相关部门 要加强监管力度 加大防骗的宣传 另外一方面 也要提醒广大消费者 对新职业新行业 要多加了解 切莫随意跟风 接着来说 前不久 扬州的王先生 正在开车 突然一架无人机飞过来 把前挡风玻璃啊 撞出了二十厘米长的裂缝 王先生吓得是心惊肉跳啊 幸好当时车速呢不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近年来无人机是火了 航拍测绘 应用越来越普及 不过 随着数量增多 无人机导致的安全隐患 也经常出现 因为蓄电不足 操作失控等原因 无人机飞进机场 高铁线路 导致飞机停飞 高铁停运 不仅如此啊 无人机伤人事件 也时有发生 那之前 北京一个两岁的孩子 在公园玩耍 被这个无人机啊 砸伤 杭州 一名三岁的儿童 在广场玩耍 也是被无人机啊 刮伤 有专业人士啊 曾做过实验 无人机 这个叶片高速旋转 能瞬间 把肥厚的肉 劈成两半 如果无人机出现意外 从高空坠落 再加上旋转的叶片 那伤害非常大 目前国内还没有 针对无人机的专项法律 有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无人机的数量 越来越多 相关法律 是应该提上日程 通过深入调研 对无人机的技术标准 飞行地点等多方面 划定红线 设立净废区 实行操作准路的制度 另外 严格执行规则 要像智利酒驾一样 惩治黑飞 这样才能保障 咱头顶上的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兹 感性饥饿 顾名思义 这样的饥饿呀 很感性 明明并不饿 但看到或闻到某一种东西 这个大脑就像打开了开关 告诉你饿了 喂 还有空间 该吃东西了 比如 不少人晚上八九点钟下班 明明吃了晚饭 还吃了点心 但看到路边的烧烤 串串 还是想放重一下 还有人一看到临时 想薯片坚果 就不自觉地伸出手 来上那么一点 刚刚这些呢 还是随手可得的 还有的人呢 那就更夸张了 对于特定的美食 只要说起它 提到它 或者看到他们的视频 闻到他们的味道 那口水都止不住啊 感性饥饿 用八个字形容 那就是美味带动 秦南自控 不过战车呢 要提醒各位 美食虽好 可不要太贪吃哦 欢迎回来 前面就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 发射升空 成功将 二十二颗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创下了我国 一箭多星的 最高记录 其中有一颗 起明星 被称为 学生造卫星 它的研发主体啊 是学生 是武汉大学的 学生团队 我们来看 这就是一颗 微纳卫星 重量呢 大约十九公斤 你别看它个头小 集成的功能啊 却不少 白天 这起明星呢 能获得三十二个 波段的高光谱摇杆 比如 高光谱地球表面 地物影像 它能够分析 水体主要的污染物 为水体环境监测 提供预警 到了晚上呢 它又能够获取 八个波段的 多光谱摇杆 和红外光摇杆 比如 夜光地球表面影像 能更准确地 分析灯光 和经济的关系 研究光污染 对健康的影响 起明星 之所以被称为 学生造卫星 是因为 这项目立项啊 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培养 学生团队的 研发能力 所以啊 这项目启动后 团队就在 全校范围啊 来招贤 只要愿意从事航天 有热情研制卫星的 都可以报名 据团队负责人统计 历时三年 这参与研究的学生 大约有五十人 本科生二十人 研究生三十人 这个威纳卫星 最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夜光摇杆 达到了八个波段 分辨率呢 二十一米 比国外的同类卫星 提高了将近四十倍 而这个大胆的创新 就来自于当时的一位 在读研究生啊 学生造卫星 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 要我说 这就是真正的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想要收看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屏幕下方 尾码登陆进视频 节目最后是 天下言论